积极镇每年都会办理捐血活动 这次由积极国际狮子会 以及和平狮子会所主办的捐血活动 在积极镇老站长前广场盛大举行 先议员陈昭玉表示 雪库当时面临血液不足的问题 希望民众可以踊跃参与 每年都有每一季都有办理捐血的活动 在我们积极国际狮子会 对于所有师兄师嫂的带领之下 现在合办的单位越来越多 我相信对于缺血的时候 大家能够人手一带来捐血救人一命 我相信都能够起了一个非常好的 带头的一个作用 也能够号召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捐取你的袖子 捐出你的鲜血 帮助需要帮忙的人 积极国际狮子会会长吴大春表示 每三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捐血活动 也希望透过活动 能响应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希望民众前来共襄盛举 是指挥合办的捐血活动 借这个捐血活动 大概响应大家 勇于捐血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办这个外交是 我们是三个月办一次 希望社会人士 共享盛举 今天我们美式的捐血 目标将近两百代 希望有助于 需要用到血的好朋友们 县议员陈昭玉表示 非常感谢积极国际狮子会 以及和平狮子会 所主办的捐血活动 不但补给品非常丰富 活动的目的也受到大家的肯定 这次特别来感谢 我们国际塞祖会 我们集集会 以及我们的和平会 以及我们集集会 佩儀共和我们上帝国会 来专业来跟我们赌三天 让我们今天办理关系 我们的精品非常丰富 所以说我们火焦的姐姐 我们官会的志工朋友 大家的意识 都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是捐血的口号 而捐出的血液 不但可以帮助血库 补足血液 更能够帮助需要的人 也期盼社会大众 可以踊跃捐血 记者邱平毅 集集采访报导